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本周美国股市在涨跌之间摇摆不定 因为投资者对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本周早些时候的鹰派言论进行了权衡 美联储官员语气上出任意料的快速转变 突出了主要决策者在解决通胀问题上的紧迫性 不过至少在短期内 当涉及到美联储加息周期开始的影响时 投资者需要担心的问题较少 美国二月繁星房销售意外的连续下降 凸显出随着利率走高和负担能力的进一步受到挤压 住房活动和需求有所放缓 抵押贷款申请量连续一周下降 并创下了一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在融资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超过一半 现在的抵押贷款利率为4.5% 在2022年的过程中 抵押贷款利率将继续成上升趋势 周三 据英国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英国通胀再度爆表 二月CPI同比涨6.2% 续创30年来的新高 英国央行预计 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将出现两位数的通胀 通胀的局局上升 预示着今年将出现严重的收入紧缩 高收的通胀加大了英国央行的加息压力 自去年12月以来 英国央行已连续三次加息 货币市场押注英国央行 5月份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 约为30% 并押注利率将在今年年底达到2% 美国前财长萨姆斯警告 美国通胀前景也是相当的严峻 美联储想实现软着陆 即无可能 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这位前财长一直在批评拜登 以及美联储官员 认为他们低估了通胀率飙升的风险 萨姆斯说 最重要的是俄乌冲突的影响 其次是制裁 将造成供应冲击 表现为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更加普遍的上涨 让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 受到通胀威胁的时期 至少在性质上是这样 鲍娃尔在周一讲话中表示仍有信心 收紧货币政策 会令美国通胀在未来三年回落至2%附近 相信供应链会恢复和更多人重返就业市场 美国经济也能在紧缩周期之后 实现某种意义上的软着陆 本质上 美联储那边要到5月份才会有更新的动作 所以未来一个月要比2、3月份要舒服一些 24小时之内 国际局势有了新的变化 全球股市主要面临两方面的压力 一个是俄乌谈判又遇到了重大困难 另一个是俄罗斯股市要重新开始了 资本市场担心连锁反应 23日 乌克兰方面表示 与俄罗斯结束冲突的谈判遇到了重大困难 23日 白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乌克兰驻白俄罗斯的外交人员 将减少到包括大使在内的5人 其余人员必须在72小时内离境 此外 以作出决定 关闭乌克兰驻布里斯特总领事馆 与此同时 俄罗斯能源部方面表示 由于离海管道需要维修 通过离海管道出口的原油 可能会减少每日100万桶 并且可能需要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维修 离海管道联盟负责人表示 以暂停向管道输送石油 欧洲股市有涨转跌 其中 对俄罗斯原油 天然气依存度较高的德国更是持续走地 同日 普京做出决定 向欧洲国家供应天然气 将用卢布进行结算 拜登于周三出访欧洲 这是他自2021年1月上任以来的第三次访问欧洲 周四 他将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 欧盟和七国集团特别峰会 之后 拜登周五将访问波兰 届时将与波兰总统进行双边会晤 波兰最近的消息也不少 波兰宣布驱逐45名俄罗斯外交官 不过 波兰没有决定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波兰总理表示 其他国家能没收俄国人的游艇和资产 我们为啥不行 波兰当局准备与反对派一同商议 如何冻结或没收俄罗斯人在波兰的财产 波兰境内有一些俄罗斯财产 不过因为波兰宪法中一些关于财产前的规定 所以必须先通过修改法律以解决这一障碍 不过很多专家希望波兰慎重 因为波兰离俄罗斯太近了 而其他国家 例如俄罗斯距离意大利和英国要穿过半个北约 另外 这次波兰要求取代俄罗斯成为G20成员国 波兰官员发文 不仅要把俄罗斯从G20中除名 还要把俄罗斯从G20金融稳定委员会中除名 而作为过去30年来全球增长第二块的国家 波兰应该在G20中占有一席 俄罗斯已经于15日宣布退出欧洲委员会 波兰的这个建议已经在西方各国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俄欧冲突升级以后 西方国家开始考虑是否将俄罗斯逐出20国集团 认为如果俄罗斯继续留在G20 那么这个组织将变得不那么有用 但事实上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程序 能将某个国家排除在G20之外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回答相关问题时称 我们认为 俄罗斯不可能在国际机构和国际社会照常行事 但他也说 美国计划先与盟国磋商 再发表任何有关声明 印尼是如今的G20轮值主席国 欧盟国家已经明确向印度尼西亚表示 俄罗斯出席即将召开的部长级会议 对欧盟国家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 世界两极换严重 当前G20成员国中 在对俄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大概占据一半 分别为澳大利亚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英国 以及欧盟 但在其余的成员国中 无论是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印尼 还是印度 巴西 南非 中国 土耳其 阿根廷 沙特 墨西哥 均持不同态度 历史上 21世纪初 七国集团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回南期 曾纳入俄罗斯 扩大为八国集团 但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后 俄罗斯被除名 普京是否会参加今年的G20或亚太金河组织会议 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在这次欧洲访问中 白宫称 拜登在访问欧洲期间不会访问乌克兰 白宫普萨基说 此次访问的重点 将是继续动员世界各国支持乌克兰人民 但没有访问乌克兰的计划 修饰近一个月后 俄罗斯将重启部分本地股票交易 俄罗斯央行于3月24日将允许交易33只股票 同时将禁止卖空俄罗斯股票 俄罗斯股市从2月28号闭市一直到今天 已经快一个月了 休市有18个交易日 创下该国现代史上的最高纪录 因俄乌局势 西方多国集体针对俄罗斯 并把多个俄罗斯银行 踢出了Swift系统 MSCI和富士罗素双双宣布 将从所有指数中 剔除俄罗斯股票 而多家华尔街机构 也同步宣称退出俄罗斯市场 在欧美严厉制裁下 有人预测 俄罗斯股市一旦开始 将暴跌40%至50% 甚至可能归零 但之前 俄罗斯还批准了一项决议 要拨款一万亿卢布救市 一方面看来要跟空头对决了 另一方面 俄罗斯的那些权重股 很大一部分股权都在外资手里 现在他们要不惜代价走 普京拿出万亿卢布去接盘 相当于把核心资产国有化 成本也非常低 为绕过西方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 印度在本有报出 要推出一项卢比卢布的兑换机制 印度出口组织联合会主席表示 印度方面 预计最早于下周 出台卢比卢布的贸易结算机制 让印额贸易继续 印度政府正在拟定一项提议 允许四到五家印度国有银行 参与这一结算机制 印度央行行长 财政部长和银行之间 已经进行了磋商 若这一机制成功推行 印度出口商 即可在西方实施 国际金融制裁的背景下 继续与俄罗斯展开业务 购买俄罗斯的能源和其他商品 同时 可以出口俄罗斯目前紧急需要的大量药品 印度过去也曾使用过类似的方法 规避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制裁 两家印度银行 采用卢比兑换里亚尔的机制 使印度公司可以绕过华盛顿 对德黑兰的制裁 购买伊朗的石油 从历史上来看 印度和苏联在冷战时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 印度储备银行实施了一项卢比卢布的兑换计划 根据印度政府的记录 双方商定的汇率只适用于特定的项目 而且其中一些贸易是易货贸易 这次对于俄罗斯的制裁算是开创了历史 历史上对于大国来说 制裁还没有成功的案例 因为就制裁本身而言 从国际关系角度而言 因为制裁而后退就是示弱 当然不排除潜移默化的分化 瓦解作用还是相当大的 有经济专家指出 现在流行的评估国民经济的方法 并不完全适用于俄罗斯 冷战结束以前 苏联使用了不同于西方的 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 不重视服务业 而冷战结束三十多年来 俄罗斯的GDP计算也与美国有所不同 还有计划经济的遗留 有些土地资源和交易并没有纳入核算 俄罗斯这个国家资源丰富 不能简单的以美元计价来衡量其实力地位 至于金融 这几天俄罗斯主动说 正在考虑退出WTO 这是为何呢 因为俄罗斯经济中的货币化程度本就不深 前几年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和世界经济的融合与依赖并不紧密 俄罗斯无非向国际市场销售能源和武器 能源除了欧洲还有印度和中国 武器的买家更不是美国的盟友 俄罗斯这两样东西 在国际金融市场早就不太有融资空间 对于这个皮糙肉厚的国家 之前已经有那么多制裁了 而现在俄罗斯将于西方世界形成比较彻底的经济脱钩 所以接下来如果制裁力度不加大 制裁的边际效应可能会减弱 但如果继续加码 之后不确定因素又太高 总之 这是世界格局变化的一次风水岭事件 引发了一次大地震 雨波可能有10年 20年 甚至30年 下面我们来看一支财报后大跌的个股 Adobe公布财报 营收为42.6亿美元 同比增长9.1% 超出市场预期 但这是该公司自2015年以来 首个季度增长率低于两位数 这次增速下降 是由于去年基数比较高 今年就显得低了 Adobe调整后 净利润为16亿美元 2011财年 同期为15.2亿美元 摊破后 美股收益为3.37美元 上年同期为3.14美元 不过 下个季度的业绩指引不及预期 展望未来 Adobe预计 下个季度营收 又为43.4亿美元 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的44亿美元 美股收益约2.44美元 按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算 美股收益约为3.3美元 低于市场预期的3.35美元 这或许暗示的市场竞争加剧 正在削弱该公司设计软卷的需求 虽然Adobe是其行业内的 长期成功案例之一 但这家创意和营销软件制作商 最近却受到了投资者罕见的质疑 因为投资者担心企业 正在减少在这类工具上的支出 而竞争对手正在不断地抢占市场份额 Adobe表示 预计欧冲突将使本财年的营收 减少7500万美元 其中包括停止在俄罗斯 和白俄罗斯的所有新产品的销售 自去年12月16日公布上一份财报以来 该股还处于下跌的通道 不过中长期来看 其实并不用太悲观 Adobe首席执行官表示 创意云 文档云和体验云将继续发力 公司正在调整其标志性创意套中的价格 这是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重大调整 高管们表示 新的结构将反映Adobe在过去五年中添加的功能 包括新的协作功能 他们表示 这影响将体现在本财年下半年的营收上 不久前 Adobe在其Adobe Summit大会上 发布多项企业服务 并宣布与PayPal 沃尔玛 IBM等公司合作 在支付 电商 广告等领域 强化Adobe的服务能力 Adobe表示 在第一季度回购了大约380万股股票 这也体现了公司对于自己的信心 目前 股价已经到了合理的区间 380至410美元 虽然还是稍微高了一点 不过按未来的增速来看 以后会更合理 机构来看 杰弗尔的分析师将Adobe的目标价 从680美元下调至550美元 花旗将Adobe的目标价 从611美元下调至455美元 巴克莱分析师将Adobe的目标股价 从540美元下调至530美元 并维持增持瓶颈 该分析师表示 虽然该公司在2020财年 第一季度的年度经常性收入 优于市场预期 但由于俄罗斯 白俄罗斯乌克兰地区的业务受到影响 以及第二季度末将进行的价格调整 公司最终降低了第二季度年度经常性收入的预期 截止目前Adobe的股价即使在被打压下也没有达到大家所认为的廉价 然而对于一家拥有近乎垄断地位的企业来说 现在其股价很可能是相对便宜的 Adobe股票的综合评级是适度买入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还是一样的话 操作能力强的可以试试精选低位 弹性比较好的股票做一波 价值投资者可以随着下跌慢慢买 买了就不用看了 长期来看 这个位置向下买入赚钱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但要记着 对于一些反弹比较猛的 或者已经到了上方压力位的就别追了 好了祝大家操作顺利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同行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